門徒媒體新書 教會罪惡實錄 現在徵求50位贊助訂戶 只要每人預訂至少10本 就可以籌集到足夠製作出版的成本 現在用手機掃一掃 螢光幕的QR Code 填桌資料 選擇贊助訂購的數量 入完掃 記得電郵回入掃資料 現在去電到電波非常激烈 現在是非常激烈 死警察走過來 人掃人MCI 知不知道什麼叫MCI MCI 你們有沒有人這樣掃 有沒有First Day中了胡椒泊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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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媒體 有網媒看 有網媒嗎 有去網媒嗎 有去網媒嗎 哪裡是網媒嗎 基督教網媒 基督教 搶盾敵人 是 搶盾人 是 搶盾人 是 搶盾人 是 今晚有兩個主持,我是Howie 我是Eric Cox 今晚也有很多話說 第一節我們會說一下這個星期教內的業話 包括欣福堂支持港區國安法 以及蘇寧革命會的傳道 竟然說不戴口罩 這兩件事 第二節我想宣傳一下我一位朋友最近搞了一個多特別的頻道 有多特別呢?大家留意 是很特別的 事不言辭 先講第一件事就是欣福堂 又是欣福堂 波動會的欣福堂在上個星期崇拜 由楊廖天鳳傳道去講到 這個名字很巧合 或者我們簡稱楊太 我們簡稱楊太好一點 他的題目就是 世界最強的兵器 查考比則前書 四章一至六節 主題就是呼籲信徒要效法 基督受苦的心智 主題本身沒有什麼大問題 問題就出在他在港道裏面 有兩處的地方提及港區國安法 這樣就真的出事了 即是魔鬼再細節 即是魔鬼再細節 那會怎樣說呢? 其實是 我講一下魔鬼細節 第一段就是在港道的初段 提及為主的緣故互相引讓 即使雙方不同顏色意見 有人歡迎國安法 有人逃避國安法 甚至說很多負面說話形容國安法 要注意 他不是說有人反對 而是說有人逃避 而且說很多負面說話 這個完全是抹黑反對國安法的人 因為如果你說有些人歡迎 有些人反對 這些是相對的 這些是相對的 但他不是說你反對 你們這些人是逃避港法 你們是抹黑說很多負面說話 這些完全是抹黑用的屬語 其實他也扭盡六人 連反對也不敢說 咦? 這個跟他們因福堂的定位很吻合 沒錯 這就是第一段他們提及的國安法 好了 另外一個就是港道的末段 如何追求世界最強的兵器 面對未知和惡劣的環境 其實他說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安法 安全法 難道你移民外國 就無需要遵守當地的安全法嗎? 不是一樣要遵守嗎? 嘍 如果你把他這兩段說話 將他綜合上來 那你就會明白他說什麼 他說 喂 你們這些人 現在逃避這個國安法 有經常說很多負面批評的話 移民了 走了 有什麼用? 你移民去其他外國的國家 當地也有安全法 對不對? 那你也要守 所以怎樣呢? 不要逃避 不要移民 你要靠基督受苦的心志 這個才是世界上最強的武器 阿回友 其實他都幾邏輯斷裂 那如果那個國安法沒有問題 就不用受苦了 是不是? 受苦的心志 對不對? 那如果你既然說 喂 你面對國安法是受苦的 那這條是惡法來的 是不是? 他當然不會這麼說 我知道他不敢說 但是他在邏輯上不敢解釋 要不然你為什麼要忍耐呢? 舉例 我喜歡吃糖 Hari你請我吃糖 我不用忍耐的 不需要 但是我很討吃糖 但是Hari你不斷擠糖來 那我就忍耐你 是不是? 還有我覺得他最離譜的地方 就是把港區國安法和外國的安全法 竟然相提並弄 楊太你不要當人是白癡才行 你不要當那些在台下 聽你講的那些都是白癡才行 喂 萬人教會 據我所思 欣福堂 就是很多中產的 而且都是一些受過教育的人士 你這樣說的時候 我很懷疑你自己相不相信 自己所說的那些東西 因為誰人都知道 你沒有可能 將現在這一條的港區國安法 和美國、日本那些安全法 相提並弄 香港和美國和日本 是不是一樣都是三權分立 不是的 不是三權分立 而且在香港的時候 我們訂立這條港區國安法 有沒有像美國、日本那樣 由立法的機關去審批 去投票、去通過 又沒有啊 完全沒有啊 還有最重要的是 外國的安全法很重要 不可以違反當地憲法 賦予公民的權利 但是現在這條港區國安法 寫明了 當它和香港的法例 是有衝突的時候 是有那個凌駕性在那裡 完全是大了的 所以沒有可能將這些東西 相提並弄 我想可能楊太覺得 你信不信不要緊 最重要我要按指令說出來 這個指令就真的很有問題 當然 你也知道我在加拿大讀書 移民的 其實在加拿大那裡 它有一個省叫灰北赫省 即是用法文的省 沒錯 因為加拿大一個英、法裔和多元民族 最主要就是英、法裔 法裔為止的灰北赫 多年以來 一直都有人提倡灰毒 甚至乎搞過兩次的獨立公投 當然也是不通過 但是這麼多年以來 有沒有人因為叫灰毒 提倡這個公投 所以就被拘捕 被控以這個國安法 這個分裂國家的罪名 是完全沒有的 其實灰毒搞這個投票 真的是分裂國家 但是完全是沒有的 你會看到 就算好像外國這些地方 有所謂的安全法 但是它不是針對自己的國民 國民的權利 其實是不容去挑戰 或者一定要受到保護 香港連中文都要重新學 你想想光復香港 都變得要有分離意思 是啊 沒錯 所以楊太甚至殷福堂 你們不要把這些歪理 真的在講壇上 這麼明正言順 這麼大聲說出來 這是很噁心的 就算你要去支持這條惡法的時候 你說的話不要這麼噁心 例如給我的話 我會怎麼說呢 我會說 如果大家不犯法 不會抵觸那四大的罪名 那你就不用怕 在上要順復掌決者 我們幾個徒要守法等等 那些 起碼說你上來 沒有這麼肉酸 現在你完全說的 是違反了常識 你又真是當台下的人相爽 我也挺肯定台下的人 真的不是這樣想 我又不覺得 因為你知道 他們如果不討好匯眾 未必有這樣的人數 你說呢 其實呢 看回紀錄 這個殷福堂 他原來連同這次 已經是第三次 在港壇那裏 去支持這個 國安法 嗯 在這個六月底 未通過之前 已經 第一次就是六月十三號 是 當時這個陳家頌 傳道 他第一次在港台上 為這條 即是將通過的法例去辯護 嗯 你說一下 他怎樣去辯護 他有點像 輕輕大過 他說 地上的法律 背後 都是有想達至的精神 但是立法 執法 司法 守法的人 都有人為的限制 嗯 這個就是第一次 恩福 在這個港壇上 提及這個 國安法 第二次 就是時間一個禮拜 就二十一號 是由這個恩福神學院的副院長 彭家業去講的 哇 院長啊 神學院啊 副院長啊 應該有些聖經料吧 對 那怎麼說呢 他說 怎麼說呢 他說 港區的國安法 是神的試驗 試驗什麼 基督徒就要持守 不可以違背聖經的教導 在國安法 原來是在這個 十屆的照片寫出來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不是呢 他的試驗很大 是啊 真的 很大 是啊 所以叫他要持守 嗯 再加上這次的楊太所說 就說得更加露骨了 說真的 嗯 我會怎麼看這件事呢 其實恩福堂這麼藍的教會 他要去支持國安法 甚至用教義去配合國安法 就已經預算了 嗯 很聽話 很聽話 當這個中聯辦 譚鐵牛說 他們會用教義配合宣傳國安法 他們會立即表忠了 恩福堂就示範給你看 什麼是用教義去配合 嗯 但除了這件事之外 其實聽到這次是楊太這篇道 我反而還領悟多一件事 因為他很強調在一個講壇上面 呼籲大家不要移民去逃避這條說法 你移民也沒用的 因為在外國你也要守當地的安全法 其實我覺得他們是 其實應該在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很多會友 現在是想著移民 離開香港 也跟現在我們在香港見到 各行各業 或者每個階層都是一樣 嗯 更何況 因為他們有太多中產的會友 其實最能夠走 或者最有能力走 當然是這批有錢 或者有這麼多年資的 這些專長的香港人 即是所謂走得掉的人 沒錯 走得掉的人 肯定他們的教會 現在是面對著這個危機 所以就不惜在講壇上面 要做一個這樣的呼籲 不要走 不要走 你都要守他的法 沒有用的 走沒有用的 所以怎樣 留在香港 我們要用最強的兵器 就是什麼呢 就要下法基督受苦的心智 就可以平穩到日 厲害了 真是 所以我想著想著 其實現在都很深涼 你記不記得 在幾個月之前 他們沒有扣露過 原來他們在2017年 20至29歲的會眾 其實就走了很多 只剩下4.4% 這就是2017年的數字 如果經過去年的反修例 我都肯定是4%都沒有 是4%都沒有 說真的 就是說 二十幾 三十幾歲的年輕人 又走了 到現在 移民潮 那些可能四十五十幾 有能力的 又走了 哇 那你真的 從二十幾至五十幾 這個這麼大的 年齡層的人 全部走了 的時候 我在想 如果現在殷福堂 那些少年 或者青年部 他們有些組長 有些導師 然後效法他們姊妹堂 同覆 一樣搞個總辭的時候 就真是精彩了 會不會呢? 我鼓勵他們 我鼓勵他們 真的趁他病 拿他命 到時候會怎樣 正如周清慈那套電影 唐伯虎點秋香 那句很經典的對白 正所謂就是 風吹 雞蛋殼 財散 人安樂 到時候去那裡賣棺材 就差不多了 全部都是阿婆 阿嬸 阿伯 是的 拭目以待 好 講完殷福堂之後 第二個要講的 就是 蘇寧教會的傳道 陳道 陳道 是陳道 不是陳道 是道達的道 不是道理的道 是的 話說 在上個星期 肺炎第三波爆發之後 政府不是在星期三凌晨開始實施新一龍的限聚令 而蘇寧教會的陳道 他在當日 在他的面書上 轉載了一則的貼文 被網民瘋狂轉載 和罵爆了 其實什麼事呢 他就說自己轉載一則網友的資訊 其實那個是上個星期一 全港肺炎的確診數字 他就用這個確診的數字 就計算那個康復率 就說有99.347% 這篇文章是否已經剷掉了 在這裏 還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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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擔心他被人剷掉了 但無論怎樣都好 我都讀給大家聽 他轉載的內容是這樣的 99.347% 這麼高的康復率 這樣的病 叫做嚴重 過去都有很多其他康復率 比他低很多的病毒 又不見你會恐慌 又不見你要由朝到晚要戴口罩 又不見政府會出禁令 是這麼嚴重的話 為何不完全封關這麼外國和大陸的人入境 封關就不會再有外地人流入 不覺得這些都是不正常不合理的 病毒是不會死得了 不會去到永遠零個案 會繼續存在地球上的 那是否全世界永遠全天候要戴口罩 做人要有原則一致 那麼我們便要以同樣準則去看待其他康復率 和副作用更嚴重的傳染病 因為傳染病毒永遠都存在這地球上 也會變種 那麼從此以後全世界都要晚上禁出街 禁消煙禁營業了嗎 否則就是雙重標準 不要見新聞講過數字 就驚嚇就恐慌 那麼理性地先計算一下吧 沒錯這個貼文就是被Facebook轉載了幾百次 也都引起了很多很多真的很多人狂鬧的 我先不說這個轉載 因為太反智了 違反常識的嘛 那是怎樣呢 那個邏輯說不通 我想說這個陳盜這個人 錄音前我看到有人 就post他的信仰真正對象 陳雲說一些道教的事情 然後跟他的粉絲撲出來好像否認 誰不知被人貼出他當年說 要跟陳雲老師研究陳雲的神學 哇真是搞笑到爆 他會否認嗎 他會否認嗎 他怎麼否認 總之他的意思就是 那個人就說如果你相信他 總之A等於C 我不細看了 總之他就說別人搞亂了他的邏輯 所以別人就索性 哎 截圖算了 哦 相信會持續發酵的 真是 會不會呢 不知道了 拭目以待 對 你覺得他叫人不需要戴口罩 就相當反智 對嗎 絕對是反智 這是常識來的 哈哈哈哈 我先申報一點 其實陳盜針對我們門徒媒體 這不是一個秘密 但是我今節去說他 就不是趁機要攻擊他 我講到尾會解釋為什麼 因為他同時也是一個政黨 一個政治團體的成員 其實他提出這件事情 其實他在這個 武漢忽然爆發 一開始 沒多久 他們就開始 說這件事情 已經是 說不要戴口罩 是啊 沒錯 他們是一個輪屬 所以反而我想由一個政治角度 去說回 他們這個輪屬 除了反智之外 那個問題在哪裡 其實那個出發點就是 他們覺得這次政府 是藉著疫情去打壓社運 推出了很多不合理的限聚令 四人以上又不准聚集 所以令到那些七一 六四都不能夠去舉辦 舉行 這就是他們整個論述的出發點 認真地說 林鄭月娥 他那些限聚令 有很多 真是不科學的 你看得出是很有問題的 例如 最新的那裡的限聚令 說明那些食肆 晚上六點之後 就不准有糖吃 那些很好笑 是被人罵 是笑爆的 原來這隻菌 晚上才出現 肯定是殭屍病菌 白天就睡覺 所以晚上要小心一點 你一聽就知道 是不合理的 大哥 你知不知道那些 外國鄰居 都笑著我們 他們說 你們真是過癮 把病毒研究得這麼鬥絕 是呀 外國也不可能研究到這件事 是呀 病菌是晚上六點 直到第二天的零十五點 換藥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哈哈哈哈 小時的病毒 這件事肯定是不科學的 以及一直以來的社交距離 社交距離 1.5米 這個 林鄭記者會說 這個 1.5米 他自己都說明 其實是靠古 亦沒有一個很科學的量度 究竟多少米呢 才不會傳染到 他自己都說明 不是由科學而來等等 甚至乎去到後期的時候 為什麼在室內 你就可以放寬 人數的上限 但反而在室外 這麼開放的地方 就不行了 就不可以放寬 群組聚會的人數上限 這些事情都是自相茅童的 變成盲的 看得出 林鄭是藉著疫情 去真的打壓社運 或者群眾的聚集 這是很明顯的 當然是司馬超之心 正所謂路人皆見 第二方面就是 香港人 香港人在這次疫情裡 有沒有恐慌呢 甚至有沒有做了一些非理性的事情 初段有 第一波的時候有 搶廁紙的時候 第二波都有 我慢慢解釋一下 就是搶廁紙 或者 為什麼搶廁紙 我都忘記了 我也不知道 我都忘記了 搶米 為什麼搶米 我都忘記了 總之有搶 這是恐慌的 然後呢 其實 講到過去幾個月以來 你也知道有時候會舉人一些和理霜 或者和理星的行動 其實在日程表裡 都說明了 大家重量保持1.5米的距離 都會有這樣的呼籲 但其實都說明了 1.5米的距離真的不科學 而政府的事情是不合理的 也不是一個真的需要的時候 你做抗爭者 當然你要保障自己的安全 但是對於政府那些不合理的事情 你不需要去死守 因為你出來抗爭的時候 背後的理念就說 你要反抗那個暴政 你要反抗一些不合理的惡法 沒有理由連你自己都要搜賣一個 你自己明知 根本不合理 1.5米的社交距離 所以其實在某方面 這個政治的團體 他去批評這件事情 也是批評得對的 會是一樣的 但問題就落在這裏 如果我是一個政治團體 我同樣都是一個所謂標榜自己 叫做走得前一點 能夠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東西 那我會怎樣包裝這件事情 其實我是要更加呼籲大家要戴口罩 我想說 首先第一要呼籲大家戴口罩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唯一我們肯定兩件事是非常科學 真的能夠抗拒病菌的 第一就是戴口罩 第二就是要走精初手 其他其實那些全部都是靠股的 或者都是亂來的 所以如果我是那個政治團體的時候 第一就是提倡大家一定要戴口罩 但其他那些根本沒有科學根據 或者那些所謂借疫情打壓的人 我們全部都公民留言 即是怎樣 一切如常 總之我們照樣出來抗爭 照舊出來和你聲 戴口罩 當然最重要是保障自己安全戴口罩 甚至是酒精初手 但其他那些什麼一點 不是不用理會 那些什麼四人限聚 五十、五十人限聚 那些全部都不用理會 因為我們出來就是抗爭 就是出來公民抗命 應該是這樣說的 你戴口罩也違反了這個禁蒙面法 司法在覆核 還有就算有沒有這件事 我知道因為戴口罩真的防到 那我就要保護自己 其實反過來說 其實是不用說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經常說一件事 就是你出來抗爭的時候 要保護自己的身份 那我怎樣保護自己的身份 就是蒙面 就是 李隆Sir說 如果香港人真的聰明的時候 有沒有人叫你出來抗爭 你也會蒙面 也會戴口罩 不過如果你想穩定的時候 你也會說一句戴口罩 香港人真是很奇怪 所以 他現在反過來就是 最重要的是 叫人不要去做 反而其他那些政府的問題 他就沒有去提及 所以其實整個包裝 整個論述 都是錯了 但為什麼剛才提及過 我不會用這件事去大罵他 因為剛才你也提及過一件事 其實就是今天 我在基督教與聖經神錄討論群 我看到他們的管理員 親自發帖 去招呼陳道 管理員先生是親自發帖 去招呼他 我都沒有印象 他是這樣做過這件事 而他其實現在 是真的得罪了所有人 即是教內 教外的人 都是得罪了 這件事都很難 據我了解 不是現在的了 是啊 但是你無端端 將人家在討論群 寫的東西 截圖 然後放在自己的專頁上 人家不生氣就有鬼了 說真的 我也生氣了 那我們堅持我們不打這隻 落水狗的原則 不是 因為他現在 我想他真的很慘 現在 如果用一個屬語 他真的黑白兩道都得罪了 他教內的人都得罪 教外的人都得罪 而且他得罪的是 基督教與聖經神 承諾 討論群 以前我說過 千萬不要得罪那個群組 會是一萬多人的 好像我這樣 我們門徒媒體 其實都不怕得罪人 經常罵人 每個禮拜開咪 我唯獨不敢得罪 討論群 大哥 所以現在我是替他慘 我也不知道他這件事如何收科 所以我免得多一隻腳 好像落井下石一樣 我跟他看法不同 我覺得這些一切都是他自己的計劃 因為他要擦存在感的時候 他就一定要 與不驚人 死不憂 這個就是他們的整條邏輯 他們不需要你那件事合不合理 總之我要說的東西出來 就是不同的 如果不是 他沒有了存在價值 因為他不會有行動 他只是說的 既然是說的 如果他說正常的東西 就沒有人聽 很快就會死 所以他就是要說一些 你一聽就覺得 不是吧 你起碼要留意了 所以這才是他的目標 唉 我只能夠最後跟他說一句 看路 看路 好啦 我們第二節再回來繼續 好 拒絕麻木根蟲 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 門徒公義